这个包子啊 这个馅儿是 魂巷 魂巷就是从那地里边 大概有三棵 有一年长的到处都是魂巷 都叫我给拔了 然后看还有三棵 这三棵魂巷 现在是五月底了 给它搅下来 可以蒸一次包子 那魂巷是野生的 有一年长得到处都是 就在这院子里边吃不了 做这包子的时候呢 搁了点猪肉 然后炒两个鸡蛋 油呢多了点 香油也放了多点 嗯 其实那个猪肉馅应该给它打开了 用水给它就是把它打的那个 就是那叫什么 我说不好了 中国话 中国话忘了 外国话也没学会 是 反正 按照我们原来在家里边都是用水啊 还有酱油什么的 把它 把那个都打 它特别 就是 打很长时间啊 然后它那个肉不就爆团了吗 我这没有 我这个加盐加酱油 然后 就是 这肉呢 它里边没有多少水 但是呢 我 把 魂巷 切了以后放进去 然后 到货 那个 盐呢 就杀出来一部分水 以至于呢 我包的时候呢 也没有 流出来水 这个水呢 就到了肉上了 所以也不会说是 包的时候不好包 有汤那种